三之三习题 第八题 假设m跟n都不是1的正整数 那么 以3为底的logn分之以3为底的logm等于5 是求以m为底的logm平方的值 好,那题目给我们的条件就只有这一条嘛 那我们就只有从这里下手咯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以3为底的n 以3为底的logn跟以3为底的logm 我们如果用换底公式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以n为底的logm 对不对 可是你换这样子跟题目要算的这个东西 好像颠倒了耶 所以怎么办 那我们就给它颠倒啦 怕什么 对不对 我们要的这一个log 这个以m为底的logn 所以就等于颠倒过来的 我们刚刚写的以n为底的logm 因为你用换底公式就可以知道了嘛 它就只是分子分母互换 好,所以这一坨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了 来,这边还有一个平方 我们把它放上来 好,那平方 怎么办 平方是帧数的平方啊 所以帧数的平方我们就把它往前搬 好,所以中间呢 我再插一行字 把帧数的平方 这次方往前搬 所以是两倍的 以m为底的logn 好,那以m为底的logn 就像刚刚写的那样 是不是以n为底的logm分之一 就是它的导数 因为就是换底公式上下颠倒嘛 好,那这一坨 好,这一坨 就是刚刚写的5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叫做五分之一 好,乘一乘 答案就跑出来了 就是五分之二